咦?有人出了?是誰? 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拉姆有吉卜的頻道 拉姆是吉卜家的第一隻貓咪 咪咕是第二個來的 緊接著卡布、巴努跟著加入 而自從變成多貓家庭之後 每天的生活就像一個推理遊戲 誰把衛生紙用掉了 巴努昨天不在這邊 所以應該是拉姆吧 拉姆肚子餓的時候都會各種破壞 興高采烈買了新桶子讓他們睡 結果 為什麼有人在裡面大便 這個不用猜了 一定是米古 米古 又有人把玩具用掉了 是不是又是你啊 看一下拉姆之前搗蛋的畫面 吐 到底要被你搞掉 吐 咦?有人吐了 是誰? 今天在地板又出現了一坨呕吐物 必須知道是誰吐的 是 每次有呕吐物的時候 我們就會觀察一下呕吐物的成分 可以來分析這個 找到一個蘿蔔 這是有橘色的毛 白色的毛 還有一點食物 對照偶吐物的毛色 大概是拉姆和米古的毛 再觀察一下現場有什麼線索 有一顆踩到的腳印 感覺是吐完不小心踩到的 還有一撮白毛 會吃米古嗎 一顆球 卡布最愛玩球了 欸有貓打來欸 額奴才 如果快到球球幫我收好 昨天接米古和大哥玩了 根據剛才的觀察 大概就是這兩隻最有嫌疑 肅靜肅靜 我們開庭囉 今天嫌疑貓有兩位 拉姆和米古 來你奴才呈上嫌疑人證物 我在嘔吐物內容裡發現橘色的毛 就是我的毛啊 哪有啊 你有米古的毛啊 而且現場旁邊還有一串白色的毛 凶手很明顯是米古吧 我沒有兔 我最猜疵了 我們傳音為證人現身說法一下喔 歐咕 借你的球可以滑我了嗎 欸 是我借的 但是米古又有拿去玩啊 我沒有兔 我最猜疵了 不太說要拿出最關鍵證物了 就是這個 蘿蔔 全部的貓只有你的罐頭裡面有蘿蔔 嘔吐兇手就是你 你一定是玩球玩到一半就跑去找米古打架 卡了毛才有嘔吐的 然後還不小心踩到 咦 天蟻人拉姆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呦呦 就卡到毛了 會舒服當然會嘔吐啊 貓咪呢 正常肺毛會跟著大便一起排出來比較好 看來畫毛粉要加多一點 就是這樣 嗯 貓咪真的很可愛 看著牠們就能被療癒 欸 相機的愛情 就像這款戀愛推理遊戲 怎麼突然一配了 除了可以和男主角來個戀愛互動 還有調查和審判元素可以玩喔 摩摩梳馬 怎麼要太多一直吐馬要梳一下 梳頭很喜歡 看 今天怎麼看起來很享受 這隻貓真的很厲害 不管弄什麼東西牠都可以來 真的很吃得極樂耶 喂喂喂喂 不要拆我們去 不行 那個不行 不不不